玄妙真经 玄妙老祖 上街显望 慈悲明时 我欺赏明明 玄妙议会万年灯 四八大院照光明 王产老祖庙至圣 家使灌顶见太平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为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南某无量寿妙至圣 王产老祖书真 南某无量寿妙至圣 王产老祖师尊 各位维心圣教 益星大学所有法师 讲师 贤士代表 各位十方善知识 九九九法会坛上 年座上圣座 年台 列祖列宗 朱祖陵 即双华界 三界万年众等 当下 此时九月二十日 我们继续再为各位讲解太上道祖 这一部经 若是一般人 念过了 送过了 没有办法细心 来了解的话 只是擦身而过 若是你对中华文化道童易经 有相当一个程度的认知和修行的时候 你就能了解到 玄妙真经的道理 玄之又贤 妙之又妙 光这一部王产老祖玄妙真经 短短一本的经文 在三十年来 王产老祖 以师父生口一三月供养 天人合一 所开示的华宝帐 就有到今天来 两千三百多本 这个尊严 所以王产老祖 倒架持航 他还是要立在这块地 头还是在顶着天 老祖 老祖 人 神 他还是在天地之间 所以天地为尊 神 我们的心灵 为大 心灵 之大 就是易经的真水 易子真水 神灵 所以这一节 为各位继续讲解 神妙真经所开示的 就是 就是 困着 转 伯后 而配地 神灵 神灵 之道 神灵 之道 神灵 跟神灵 还是在讲《易经》 开示《易经》的大道 还是在开示我们的心 而本法文 是三元金丹法文 风水学的就讲金丹法文 金丹法文的源头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 三元金丹法文 大五其外细五其内的法文 那么其他风水法文 山河法文什么法文什么法文 都是天地之间的一个小点的相连结 相呼应相辉应的小点的组织 系统而已 所以王产老祖要我们修道 要我们多得《易经》 社会过界大诗文 你们对风水理论 非常的有眼见有见地 但是若是《易经》 你没有深入《易经》里面的内涵 你只看到表面 其中 虚无其内的 真与 我们看不到 所以王产老祖要我们 《易经》 法文 显示铜修地址 这张图 就是丹 一个丹 金丹 金丹法文 这一个叫做风水学 这是《易经》 《易经》法文 《易》 两种合起来为道 那我们讲教兔 台上道主开示为道 道是大无其外 四无其内等等 滴滴滴滴滴滴四无其内 所以我们要学习把疫情学好 好 我们研究风水学 风水学里面 太极中有一点点的小白点 那就四五期内 四五期内的真理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么大片的 天下万生万物 万物 看到这些 但是万物里面它有它的灵性 所以我要各位把疫情读好 道理在这里 太枪道主 在王产老祖玄妙真经里面 开始这一段 七十四年我得到太枪道主所传的王产老祖玄妙真经之后 我读了这一段 高兴 又惶恐 我所记录法是三年金丹法门的地理 有理工实义 玄空大师 还有三年金丹门的主师 唐公正义 传的法门 两位大师 一经 风水学 社税空界 社税空不二法门 修得非常好 理工实义 玄空大师 开始 你要学一经风水 一定要 一定要 修行 要学佛法 不然会落入江湖宿市 到时候 第一门 打开 为我们而开 我们三年金丹门主师 唐公正义 师公 他告诉我们 你研究风水学 一经一定要学好 然后要 修净土法门 要有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 你学一经风水学 才不会落入江湖宿市 因果不敢自负 但是最后还是要负责 所以宗教 是非常的重要 太上道主 开示了 丹者 即是道也 你要练丹 也要从 道开始 但是有一位 也是自身修行很好 有研究医学中医小庚底 拜了太上道主 他就要练丹 在屏东 自己设计一个炼丹房 设计一个炼丹的丹炉 八卦的丹炉啊 磕六十四卦 里面用他的药 就里面滚 变什么丹 我说 你不要着火入谋 太上道主 所开示的金丹 所念的丹 是道 是修道 我们的灵性 佛家所 开示的 设立者 由精气神 慈悲心善良心 修行圆满之后 往生人死了 回归大地了 留下来的 心法妙法 普立人天的妙法 才是丹啊 这位先生呢 他就不以为然 就以为说 我不懂才讲这些话 我也笑一笑 因为我是不懂那一种念法 你把槽全部合起来 煮一煮滚一滚 让它纯淀了 变成焦 你就说 能治百病 我说 胡说八道 百病 有它的因果律 你治不到因果 解不到因果律的 反应 所以我说你小心 不要着火入魔 我说 着火入魔 有一天 会很辛苦啊 回去以后 他呢 就努力的练 没有正确的 医学 也根据啊 练得很危险 差不多在两个多月 有一天 练这个丹啊 那个炉是刚做的 奇怪 人才能被炸死 少有那个丹都破了 地上满地 身体也受伤了 所以 我说呢 着火入魔 出恶莫作众善奉行 心清静 就是丹 就是道 丹道 回归道 平安 就是丹道 若是你 做人处事 没有按照常理来 你练什么丹都没有用 所以 这一位先生过来之后 也不敢再练了 我现在的医学 那么发达 但是那么发达 你也医不到 每一种病 何况只有一些草 把它搅拌在一起 你就要 治百病 那未免 不合天理 所以人有很多的病 就是因果病 业力病 因因果果果果因因的病 太多太多了啦 也曾经一位 先生啊 他也是 某一个大医院的院长 当时我在台中 有一天早上 差不多限量的时间 快中午了 我在台中午前午街的时候 还没有搬来这里 一台进入抽厅 一位太太 牵着先生 先生呢 打着点滴 你的 右手呢 你就 拿着点滴 像是要拿着点滴 左手最打点滴 进来咯 我看 我先生啊 你有时候是 哎呀 我头痛 一个多礼拜 没有 药都不效 没有办法止痛 一直花烧 退不下来 我说 先生 你碰到阴煞 碰到鬼 哦 所以这位先生 我的岳父 某某大医师 要我一定来找 王产老祖 才能解除我的痛苦 那好了 我就用 我老祖传的 方法 妙法 也是太上道主 所传的妙法 用檀香 烟 然后此奏 此奏 用檀香炉 再做着 整个身上 熏了两三遍 然后头痛 手熏着 香 烟 然后 压压 手熟了 才五分钟 痛了 好了没有 哎呦 不痛了 而且很轻松 自己就把 针拔掉了 那说 我是奇怪 你拔针那么内行 哦 我这 注射到针 那么内行 叫他太太 这个不要了 拿去垃圾桶 不要了 要好好包好 不要撞到人 我才问他 问他 你做什么事业 他我所某某 大医院的院长 啊 你碰到鬼啊 哦 一个礼拜前 经过太平间 平常这样医生 死人看惯了 没有什么嘛 刚好又要推出来 白布盖走 风一来 翻开了 翻开了 连眼睛 脸上很难看 眼睛瞪着他 哦 他心里毛毛的 那就开始就到了 就开始头痛 花烧了一个多礼拜 没有想 所以这个道 阳道与鬼道 神道与鬼道 你碰到鬼道 那你要神道来调和 这是太极的道理嘛 所以王燦老祖书孙 叫我们遗天要诵经 要念经 要念中 都拜佛 宗教一面修 一面学道 当你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用意 扑挂 若是光鬼窑洞 从阴沙来课 光鬼窑洞来课的时候 凶神恶煞 就是冤心在祖祖宗 就是冤心在祖先前嘛 白虎洞 扑四遥 去拜土地公嘛 求土地公嘛 若是成熟洞 有阴邪 鬼道 里面亡凉 若是破又鬼的窑 又成熟 那无始难以孤魂 有冤始的等等 若上孙龙 你怎么处理 我告诉各位 根本就不可能用什么 世间法来处理 你必须要用空性 就是修行的法则嘛 所以 我们的三年 金丹文大师 祖师 唐公正义 大师 理工书役大师 一直告诉我们 学易经风水的人 一定要先修行 你不修行 误人误己 又害己而已 我们也不能随便造口业 现在社会上很多 著称什么大师 到人家的家里 人家的神 拜了几十年 说你这个没有神 七万的祭 没有神 真的摇远厚重的江湖叔叔 你把他请走咯 刷 把他打破咯 换你车子上的原来 买好了 就说已经开工好了 就把它包上来几十万 这种 这种摇远厚重的魔障的人 很多 但是我们 十旺 善心大德 你们一定自己要有主张 拜神是拜精神 拜他的法 不是拜那尊 而已 那尊精神 给你去悟 你拜王产老祖 王产老祖 玄妙真经 一定要悟 要送 然后来读异经 你才能真正知道 王产老祖的真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将封信 同传归心 世界尽力尽 尽力尽